大家好,我是細心人 今天跟大家分享薩提爾眾生對話 本書是討論如何將薩提爾冰山理論應用在教室裡 冰山理論是一個人的隱喻 用冰山個程來表示人的內在系統 冰山理論有幾個特色 1.外在可見的行為是由冰山下面所決定 2.冰山狀態的行程一定有它的時間歷程 3.冰山有慣性,外在行為會一再發生 例如童年時媽媽離家出走 孩子的冰山可能會出現 當被拒絕時就有很深的被遺棄感 因此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為 薩提爾的模式不是解決問題 而是與它的連結 用好奇提問方式去探索內在冰山 讓它產生覺察 再用正向提問讓它產生能量 由能量轉變行為 當老師在教室運用這種模式時 首先會面臨到的是自己也有冰山 所以要先與自己連結之後才有可能去連結孩子 與自己連結也就是愛自己 它的方法是先靠近情緒再接納情緒 想要靠近情緒 就要能夠覺察出情緒 可是我們從小的教育都忽略或壓抑情緒 而這些情緒能量反而變成外在的非理性行為的原因 同時我們也沒有覺察能力了 所以要練習覺察 覺察自己的應對 以及覺察自己的感受 然後回應他們 例如有憤怒情緒時 就要能夠覺察這個憤怒 然後承認這個憤怒 再去體驗它的流動 也就是合理的發洩 最後再加上收尾 給自己一個欣賞 覺察的步驟有SOP 第一步 對自己先提問 我願不願意用不同眼光看自己 雖然我沒有做得很棒 但我一直很努力 第二步 用40秒做6A練習 當要跟孩子對話時 不要急著開口 而是先停頓一秒 這是為了不再依靠慣性 由情緒主導應對 接下來還要做兩件事 1.覺察情緒 2.與自己連結 也就是照顧情緒 回應情緒 當老師跟自己連結完成後 就開始用好奇提問 去探索孩子的冰山 所謂好奇就是 不帶主觀的對錯 答案 而是從客觀事實裡面 探索冰山發生了什麼事 它可以由冰山中認一層開始 然後層層探索下去 好奇對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回溯 讓孩子 覺察到過去經歷的那件事 對現在的影響程度 回溯 能讓孩子有所覺察 進入到為自己負責的狀態 當孩子覺察之後 有了新觀點 新認知 但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改變 就像是抽菸的人 知道抽菸不好 但是還是沒辦法戒焉一樣 因為只有體驗性才能改變 體驗性就是這個人的經歷 體驗性有重要的步驟 就是要進入情緒本身 停留在感受裡面 才能讓對話做得更深沉 這稱為肅情 具有療癒的作用 進入情緒本身有兩個方法 1.提問 你在生氣啊 你怎麼啊 怎麼啦 這句話就可以進入右腦裡面 敘述經驗 2.給情緒名字 覺察並識別情緒 另外體驗性成功的關鍵 還需要加入 1.回溯 2.具體事件 然後在具體事件裡面 進入他的感受跟渴望 例如孩子抗拒老師 去回溯他可能曾經經驗 傷害或被誤解的具體事件 孩子當時內在的情緒能量被壓抑 才會造成現在外在非理性的行為 而這些非理性行為 需要體驗性才能釋放能量 體驗性可以讓孩子重新去經歷 擁有新的覺察 但千萬要記住 回溯之後 不是讓孩子一直停留在過去的悲傷情緒裡 一定要回到當下 此時此刻 去體驗過去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孩子得到什麼影響才能站起來 也就是用正向提問 讓孩子覺知正向價值 觸及渴望成 去體驗生命的能量 重點回顧 撒體模式是與人連結的模式 連結別人之前 先要停頓 覺察情緒 回應情緒 連結自己 再用好奇提問 去引導別人覺察 然後進入情緒的本身 體驗性的對話 釋放情緒能量 最後用正向提問 產生能量 由能量轉變行為 以上是這次的分享 我是西行人 下次見